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这个IG贴文后 李正的IG底下出现了3000多个留言 而大部分都是恶评 这原因是因为李正在2021年妈妈颁奖典里 凭借Lisa的歌曲Money获得了年度最佳变舞奖后 在敢言没有提到Lisa的名字 海外网友们表示 像是歌曲的主人一样在行动 却在得奖时没有感谢Lisa 不是李正你自己一个人创造的这个舞蹈 不应该认为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做的 这篇贴文不是为Blackpink加油打气 而是在炫耀自己 可能是因为恶评真的太多了 李正修改了IG贴文的内容 将也看到你在Kochella表演了我的编舞这个部分给删掉了 但是恶评还是不断在增加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因为李正做得好所以得奖了 为什么要谢谢Lisa呢 真的是很奇怪的逻辑 应该是歌手要谢谢舞者吧 因为李正编舞变得很好帮上了Lisa 为什么是李正要谢谢Lisa呢 是因为李正编得好所以被选中了 然后Lisa完美升任了 所以应该是WinWin 就是那些极端的海外粉丝们是问题 很像神经病 李正的妈妈感言还在 明明说了 谢谢所有升任舞蹈的艺人们 这里当然也包含了Lisa 然后2021年编的舞很多 所以在感言才会那样说的 Lisa应该也很不舒服吧 看到粉丝们这样的话 我看了Super所以知道 李正不管在哪里 只要被问到跳舞最强的人 就会说是Lisa 说她是很完美的人 不管编什么样的舞蹈 都能完美的胜任 只是没有在IG留一句话 就这么发神经病 她平常是有多敬佩Lisa 所以对于李正的IG被出帐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昨天男团Seventeen 以新专辑FMA的猪大哥 从龙拱回归了 而再回归不到一天 专辑销售量就突破了 三百九十九万八千三百多张 刷新了K-POP专辑 单人销售的记录 这也超过了 以往专辑发售后 在第一周内 售出的专辑数量的最高记录 此前的最高记录是 旁摊春春展在2020年2月 创下的三百三十七万八千六百多张的记录 而主打歌从龙拱 也登上了美轮排行的三位 并且所有收录曲都进入了排行内 YouTube发售一位等 收到了非常高的人气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Seventeen新曲从龙拱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这首歌有点难理解啊 可可可 但是超帅的 啊好难理解 虽然男团的歌曲普遍都很难理解 本来说很有人气 所以很期待的 但感觉是出道以来最一般的歌 不过成员们都好帅 这首歌完全是我喜欢的那种 MB也很棒 想快点看到个人直派 我虽然是别家粉丝 但是超喜欢QQ 真的超喜欢QQ 在演唱会上唱的话肯定会爆火 Seventeen不管舞蹈也好 表演也好 一直都是国内顶端 一直都很喜欢 但是这首歌有点遗憾 虽然成员们都超棒的 舞者怎么这么多 Seventeen本来成员就很多 这样一看 像舞蹈团在完成集体任务一样 反而没有展现出他们的魅力 虽然歌曲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是舞台应该真的会很帅 MV里只用舞蹈跟歌来正面胜负 真的是太帅了 Seventeen最棒 Seventeen这次是双主打歌 另一首主打歌是Fung My Life 跟从头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所以对于Seventeen的新曲从头拱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愿意的你遭受你 哪大手 我愿意的你遭受你 有点是不一样的 这次剧刘经营